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情况 那么在昨天是周二 澳洲股市依然没有出现上涨 在本周连续第二天出现了下跌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总体上来说依然是下跌大约是0.07% 最终收盘是收在了5774点 中国方面则出现了上涨 涨幅也不是太大约为0.3% 目前依然是在三个月的正常范围之内 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惊喜 那昨天欧美股市相比较上周而言 则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英国法国德国最少的下跌0.3% 多的下跌0.7% 美国股市特别是道琼斯和标普 出现了过去几个月以来单次较大跌幅 你说太大的话也不是很大 但是至少是超过了1% 标普500下跌1.24% 道琼斯指数下跌大约是107个点 但是纳斯达克作为科技指数那边下跌较大 达到了1.8% 在其他方面由于美股下跌的影响 黄金价格在昨天晚上一军突起冲破了1234大关 直接是冲到了1247左右 那石油价格则没有像黄金这么幸运 昨天油价再一次下跌回 大约是40 现在是跌回了47块5毛钱附近 那么在等待多日之后 美联储上个星期四加息 美元在当天下跌 到了昨天晚上 终于美元是出现了第一次较强的反弹 美元出现了大约是70个点的反弹 非美货币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普遍下跌 超过70个点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说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先来看一下一个澳洲特有的行业 就是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奶粉 我们昨天看到呢 这个澳洲的股市里面呢 特别是奶粉行业的股市 在昨天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根据之前以往的经验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 就是基本上啊 奶粉股呢 如果是机体出现了涨上涨 如果不是大涨的话 那基本上就肯定是由于呢 奶价的上涨 那如果奶粉股出现了突然性的暴涨 那毫无疑问 必定是与中国相关 那么我们知道两年前 从这个中国的代购事件开始发酵以来啊 这个奶粉股在澳洲股市里面 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席位 特别是以贝拉美 或者是AR之类的这个明星产品呢 它股价在过去几年是连翻了十几倍 这么夸张的走势 但是呢 在从去年年底开始呢 随着这个中国2017年有可能出台的新政 以及呢 国内对于海外代购潮的降温 这些股票呢 也从高峰再一次坠落 以贝拉为例的话呢 它在两年前上市初期为一块钱 高峰达到了16块钱 两年里面涨了16倍 但是在今年最低的时候呢 又回到了3块7毛钱 从16块再掉了75%的市值 那么这么大起大落呢 我们用一句中国的古话 不妨可以说成呢 是叫做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由于它把绝大部分的重心 都是放在了中国市场上 因此只要有风吹草动 只要呢 中国那边呢 出台一些新的政策 就会对股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导致它出现 集体暴涨的原因 其实也是由于这个政策有关 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中国说要在2017年年底 对于奶粉化妆品和维他命 等这些药品呢 开始呢 实施不同的政策 那目前来看 这些国外的电商 在进口产品的时候呢 依然是使用的是按照是个人用品来征收 不论是税率也好 不论是这个商标和这个注释等等要求 都按照个人使用 但原计划呢 是在2017年的年底之后 将会改成传统贸易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以后要进奶粉 或者说大批量的进这个化妆品也好 进这个维他命也好 都必须按照正常的贸易手段来做 这样一来的话呢 第一 各个厂家各个商家需要申请特别的执造 第二的话呢 税率以及关税 以及到后面这些本地化的注释 标注等等的都需要很大的改进 那如今这个政策在昨天发布以来 会暂时永久性的 或者说是无限期的暂停 这一政策呢 对于现在这个澳洲的产业 特别是代购行业中热门的像奶粉啊 像这个 维他命啊 或者说是像化妆品之类的 毫无疑问呢 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从这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其实啊 很多时候一个产业如果过度依赖 依赖于一个市场的话呢 当这个市场出现任何的风吹炒动 其价格走势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那么呢 这个奶粉是一个例子 其实澳元也好 家园也好 又何尝不是呢 澳元依靠的是铁矿石的走势 而家园呢 则依靠的是石油价格 那么在说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我们提外话 因为我每天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早上呢 做早间的直线的连接财经节目 这个节目呢 我们也坚持了两年半 那么在这两年半中呢 我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心路历程 那应该说呢 如果要问我这个觉得最艰难的 或者是最难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其实并不是说每天早上呢 要六点半起床 要提早来办公室来写稿 这些其实呢 只是一些体力上的这个劳累 但是真正呢 让我们这些做分析 或者是做评论的感到心里比较难受的呢 就是因为呢 由于我们的判断 可以说有的时候是过度自信 有的时候呢 是受到了舆论的影响 导致在一些重大事情上 如果判断错误 那么这样来说 毫无疑问就会打自己的脸 那这一点来说呢 在精神上对我们的这个打击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 说到的几个大的事件 像英国的退欧 像美国大选 到底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 以及呢 在上周美国加息的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加息之后 美元会上涨 结果在当天出现了暴跌 等等这些几个再大的方面 出栏之前的结果 和之后的结果出现重大的误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对我们这个分析人员来说 这个精神上 或者心理上的这个打击 还是比较大了 我想呢 关于这一点才是呢 很多国内的这个分析员也好 或者评论员也好 到后来越来越不敢发表 自己观点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呢 你说的多 我错的多 特别是我们知道呢 国内的这个政策情况变化 是非常之快 有的时候你明明按照的是 中央的指令 或者说是明明按照的是 政策文件的要求来说 结果走势 却实际和理想的会差距很大 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年底 开始说到 中国的在今年预计呢 会保住人民币的汇率 不会跌太多 但同时呢 会这个不会像之前一样 死保住房价不变 今年呢 会遏制住房价 同时呢 会把这个GDP的第一目标 保GDP呢 会淡化一些 但是从过去两个月的走势来看 特别是房价在第一线城市 依然是暴涨 这个是直接啪啪打脸 这个让我们也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无奈 中央文件已经明确说到要压制房价 但死活就是压不下去 但是像这一类的判断 相信呢 如果是生活在国内的分析员 或者评论员会遭遇到很多 那么在连续的打击之下的话呢 很有可能他们就在很久之后呢 不再愿意发表非常尖锐的 非常明晰的观点 使得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评论听上去呢 是左右摇摆 或者说 东边好 西边看上去也不错 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一下南边 像这种话说出来的话呢 就会让这个听众朋友觉得是仗耳合上 摸不着头脑 所以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呢 就我本人而言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经受住了这个打击 虽然在几次大的世界上也判断错误 让我非常这个懊恼也好 无奈也好 但是我相信 既然我们做这行 首先你既然是说话 就得有自己的一个态度 有一个观点 你不怕说错 但最怕的呢 就是你说了等于白说 所以说呢 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依然会保持我现在的风格 就是呢 不管说对说错 但至少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观点 我个人也一直比较反感的呢 就是说 这个不错 那个也还行 但是呢 要买什么呢 还得您自己考虑 这不是废话白说吗 是吧 那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单个推荐产品 今天我们看的呢 是之前走势一直比较横的 说错 一直比较横的一个产品 就是澳元 澳元作为非美货币里面的一个主要代表 他在美国加息之后 不但没有跌 反而从加息的当天开始 就一根大红线向上拉上去 之后呢 从加息之前大约是0.756 一路是上升冲到了0.774 涨幅高达了160个点 那么在过去经历了连续的上涨之后 在昨天晚上 终于 这个澳元在短时期的一小时图中 出现了一个下跌信号 它已经跌破了目前的关键价格 大约是在0.7660附近 那虽然说这个图形呢 只是一个一小时范围的级别图 但是呢 它目前下一档的空间 大约是两小时级别关键线 0.7640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 或者投资者 愿意承受一定的风险 那么在现在的价格 只要是在0.1小时图 大约是0.7670之下 现在呢 都是一个迈空信号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相对于保守一些的话呢 也完全可以等待 它跌破了0.7640之后 再考虑进场做空 那么止损价一样 第一条呢 是放在0.7660红线位置 如果相对于再保守一些的话呢 就放在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大约是0.7680止损 那么最终 投资者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今天晚上凌晨的1点30分呢 是美国每个星期会公布的 原油储量数据 那除此之外呢 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外汇新闻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